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邀请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于8月27日至29日访华 举行新一轮中美战略沟通 今天下午沙利文乘机抵达北京 展开访华之旅 这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时隔8年再次访华 也是沙利文任内首次访华 也是双方落实两国元首 就金山会无共识的重要举措 沙利文此访有哪些行程值得关注 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黄慧欣 今天下午发回的观察报道 沙利文一行是在今天下午的早些时候 正式的展开了中国之行 那关于沙利文在北京的行程 根据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是 其中一个重要的议程呢 就是同中央外办主任王毅 来进行战略的沟通 那双方呢也将就中美关系 敏感问题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的热点问题 来深入的交换意见 那此前呢每次两人的会面 通常都会花较长的时间 那甚至呢有的时候会高达12个小时 对于这次的会谈 美方官员此前也表示说 预计呢会采取同样的形式 那如此长时间的沟通也相信双方呢 将会就许多具体的议题来展开讨论 那梳理此次沙利文访华的一个关注点呢 首先这次访问无疑是一次特殊之旅 那对于中美互动而言 在旧金山会晤之后 双方分别是在维也纳 马尔他和曼谷来进行了三轮的战略沟通 那这也是双方战略沟通 第一次不在第三地来进行 那地点的特殊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双方 对这一沟通渠道继续来发挥 积极作用的一个肯定的态度 而对于沙利文本人而言呢 任内第一次来到中国 注定也会让此行成为一次特殊之旅 那此次沙利文访华的第二个关注点呢 就是关键之旅 那首先此次呢 也是继2016年苏珊·赖斯访华之后 时隔8年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再次访华 那关键意义呢 也是不言而喻 那其次呢 当前中美关系仍处在一个 止跌其稳的关键的关口 那一方面就金山会晤之后 双方在外交 财经 执法等多领域 是保持着沟通 但另一方面 美国仍在继续地对华遏制打压 中方也是予以了坚决的反制 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 双方如何利用好战略沟通 这一重要的渠道 那美国又能否认真的倾听 来树立正确的对华认知 也让此次的高级别沟通 来更凸显其关键意义 中美此轮互动 在何种背景下进行 此轮中美战略沟通 又将重点探讨哪些议题 我们一起来看专家的解读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里文 此次访华 反映出拜登政府对对华关系的重视 也反映出中美两国重视落实 旧金山愿景 去年11月 两国元首在旧金山会晤 达成广泛重要共识 及旧金山愿景 此后双方均强调 落实共识的重要性 并进行一系列的互动 从旧金山会晤之后 两国保持密切沟通 不管是高层级的往来 还是各个沟通渠道平台 以及机制发挥作用 在今年4月 两国元首再次通话 为中美关系发挥引领作用 在今年香格里达对华会期间 两国防长进行了面对面的会晤 而就在8月中旬 双方成立的金融工作组 进行了第5次会议 此次沙利文访华 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时隔8年后再次访华 反映出美国对华沟通的意愿 反映出美国希望与中国保持沟通 而此时中国积极主动地塑造中美关系 我们希望美国有更加理性的对华认知 根据中国外交部 在沙利文访华前夕公布的信息 在此轮中美战略沟通中 双方将就中美关系 敏感问题 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我们会看到当前中美关系当中 仍然充满着问题和挑战 中方并不回避 中方首先指出的是 认知是一个关键问题 中国已经明确将美国视为伙伴 而如果美国单方面的把中国视为对手 对于中美关系来说 会产生极大的不确定性 同时也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而涉及到一些复杂敏感的问题 尤其是涉及到近一时期 台海局势的发展 中方将再次与美方沟通 希望美方认清形势 遵守一个中国政策原则 同时也会看到 对于台海局势 美方的不断的搅动 正在加大失控的风险 而同时中国也会在一系列的 地区和国际问题上 与美方进行沟通 两个大国之间合作 有利于维持地区和国际稳定 那么两个大国之间关系的良性活动 也是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 那是这一种码是权活动的 台海局势的 好 这种码虫